大家好,又是何鷹跟大家預測 歐聯八強首回合的預測成績都OK 來到次回合,又輪到我跟大家做預測 今天的話題是哪一場最有機會逆轉成為經典的賽事 反級反勝 由於過了餘人節,所以我也免得跟大家說 波圖有機會逆轉車路士 第一個回合的時候都已經清楚見到波圖盡了力去進攻 但級數有限 車路士的後防線不算厲害,都頂得順 第二回合的比賽品種相信都會差不多 車路士會收縮,繼續送波圖入主攻陷阱 史丹福橋的球場比較小一點 車路士更加容易可以防守 不過由於車路士打完歐聯之後 是要打足總盃的四強大戰萬成 所以都很難預期車路士會很拼搏去打反擊 賽事變了很大機會是0比0 或者車路士是小勝1比0 即是繼續頂盛 杜曹執教車路士打杯賽入球少的路線 各球都不會有很多 因為波圖落底線能力都有限 車路士也不會有很多反擊 總之波圖不會有能力逆轉 那倒不如快點說第二場 最近有不少兄弟問我 看完第一個回合 巴黎才是以滿靠防線 相當之差 尤其是防守高波的這一部分 如果拜仁那邊的利雲道夫斯基第二回合復出的話 要頂入兩球球都不難 如果能夠頂入兩球球 拜仁豈不是夠數可以反擊逆轉反省 所以就想問一下我 這個拜仁會不會成為逆轉晉級的球隊呢? 首先我的答案就是 我都相信如果利雲道復出的話 要頂入兩球球都不難 甚至我可以說 都可以肯定他能夠頂入兩球球 但問題就是現在是正勝0比2 拜仁要加上0失球這樣入兩球正勝才可以晉級 但這件事談何容易呢? 我來問問大家 拜仁要頂入兩球球 即是用什麼方法呢? 即是用明米明米斬高波的方法 明米明米斬高波在哪裡開始斬呢? 肯定不可以在後半場斬 你最少都要去到K角位開始才斬 也不可以只靠快攻去到K角位斬 快攻有多少次啊? 明米明壞、明中率都不算高 你一定要不停斬才撞到機會 你要不停有多次數的斬波的話 你就要控球在腳才可以不停有機會斬 大家明白了這個道理之後 所以就會明白 如果巴黎在第二回合控球在腳的時候 拜仁就肯定不可以收縮去浪費時間了 肯定要做回全場的壓迫 逼回散巴黎 讓自己可以多些控球 那不就是又回到第一個回合的迷思裡 這個拜仁全場壓迫 導致後防線深度不足 去給巴黎打快攻 第一個回合 拜仁就是這樣輸 根據尼瑪和安巴比最近的表現 很容易就預測到 巴黎第二回合都會繼續入到快攻入球 所以就算我當這個巴黎第二回合 只可以上半場入到一球 但也足以可以輸這個1比2來進級 因為巴黎在第一個回合 已經拿了三個作客入球 即是拜仁要再進級的話 拜仁就要入更加多的球 即是入到3比1才夠數 或者4比3這些比數 我當有利雲道夫斯基和基拿比 但他們兩個剛剛復出 是不是真的可以入到3-4球波線 所以我看完拜仁的第一個回合戰術之後 我就已經覺得拜仁是失去了衛冕冠軍的機會 其實拜仁想衛冕冠軍的話 或者講到進級 是要首先在這一場對巴黎的第一個回合 保守一點 是要好好控制第一個回合的失球 不要失那麼多作客入球 即是你第一個回合 你保守一點 後防線深度夠一點 你不要輸 你一比一打成平手 被人拿一個作客入球都不要緊 你要第二回合拜仁作客 就可以2比2拿兩個作客入球進級 但可惜的地方就是拜仁在第一個回合 就是不保守 結果輸壞了頭 輸了三個作客入球 落後了就更加不可能第二回合保守 同樣都有失球的話 你很難淨勝0比2 你贏這個1比3難度都很高 贏這個3比4很高難度 除非下一場巴黎很多人受傷 最重要的尼瑪和安巴比都受傷 否則巴黎怎樣都能入到快攻入球 拜仁就很難搞 所以我估計這一場次回合 拜仁最多都是贏1比2 最大機會是打和2比2 甚至乎是巴黎再次贏3比2 因為拜仁越來越心急 就越來越容易失誤 失誤多些 變成巴黎又會多一些反擊 而且同樣是一場 拜仁要死追爛追的賽事 即是我估計巴黎上半場先入球 之後拜仁在這裡追 但今次即使能夠反勝1比2 都會出局 大家應該都可以欣賞到一場 精彩入球show 角球都會超多 但這場球就很難是一場逆轉的賽事 拜仁出局的機會 其實還大過多蒙特 多蒙特逆轉進級的機會 其實還大過拜仁 這裡就講到多蒙特對曼城 最近有兄弟向我提供了一個數據 就是科登近三季為曼城在歐聯上陣18次 其中12次正選協助球隊取得11勝1和的成績 包括今季八強首回合對多蒙特入球 再贏 而且今季科登只要打歐聯正選 曼城就沒有輸過 但我看完第一個回合科登的把握力之後就擔心 也就是說我剛剛所說的這個數據 只能夠支持到分組賽的成績 去到淘汰賽 曼城球員就會相當緊張 失誤多了 也沒有那麼好的把握力 變成多蒙特這次就有些機會了 不過多蒙特都必須用對方法才可以逆轉 因為曼城始終可以在英超留點力 而多蒙特怎樣都要拼搏打得甲 而這個曼城班底是比較厚一些 曼城始終會繼續有體能優勢 所以多蒙特次回合瘋狂壓迫都未必有好處 反而是會給多了機會曼城打快攻 或者反擊去拿作客入球 所以多蒙特這次回合應該都要好像首回合的戰術 去收縮防守區域 要曼城面對密集 藉此增加曼城的組織難度 曼城一個都說過 一打歐聯的淘汰賽就會緊張些 面對密集就容易失誤一些 就難以破密集了 曼城主場的組織都不好 來到第二回合的作客都有機會不好 就算屈倒機、科登、用速度、個人技術、過關斬將 但把握力都未必好 變成多蒙特只需要等待一次的反擊機會得手 主場多蒙特贏一顆就可以逆轉進級 零失球當然是多蒙特的課題 不過大家都千萬不要忘記多蒙特後防線 始終都很頑皮 不排除都會自己失誤送禮的可能性 送禮給曼城1比1追回平手都不出奇 所以這場賽事應該介乎於多蒙特上半場打一個反擊 夏蘭特入球贏1比0 或者是曼城最終能夠追成1比1 驚險晉級的這個曼城 可能又會是亞古路最後做救世主都未能 總而言之這場賽事都可以是多蒙特助和望贏 各球都會有多少 不過多蒙特逆轉的機會我都覺得不超過一半 亞古路是有機會上演 最後到臨完場前那裡絕殺1比1 超級驚險晉級 始終多蒙特的防守都是太過差 被亞古路抓到一次半次都沒辦法 所以我反而覺得 就是落後兩球的利物浦能夠逆轉的機會 還是比落後一球的多蒙特和拜仁為大 即是說到就是利物浦對皇馬這一場播 雖然翻查歷史的時候會發現 皇馬對上16次在歐聯淘泰賽首回合領先的話 有15次都能夠繼續成功晉級 所以這次皇馬表面上就好像一隻腳進入了八強那裡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皇馬都試過在18-19年 在16次回合被亞積士反級出局 而反級的原因是亞積士速度太快 當然你會說利物浦現在的年紀比當時的亞積士大那麼多 利物浦速度怎麼會有那麼快 但是利物浦如果真的決心出飲奶力的話 其實都常有佳作 大家都會記得前年的顏飛路之夜是怎樣反級巴賽的 當時落後三顆是熱血入回四球 這次其實不用入四球 入兩球都夠數 當年狀態大勇入到四球 今年狀態不好 但是門檻低很多 入兩球都夠數 正勝這個2比0的話 利物浦是可以晉級的 所以皇馬一定不可以掉以輕心 可能你會用回剛剛所說的巴黎對霸人的道理 套回來跟我說 你不讓皇馬都會入球嗎 皇馬次回合作黑的球 皇馬入一球球的話 利物浦要多入兩球球 但是大家又可以看一下皇馬的賽程 他們是出了飲奶力對完利物浦之後 就要打巴賽 賽程相當辛苦 而且皇馬有些球員是受傷 班底又不是很厚 可能連續這幾場是沒有怎樣輪換 就是休息不夠 而且皇馬之前那幾個月 更加多傷兵的時候 更加少輪換 是累積了疲倦下來 球季越打越後的時候 你會開始看到皇馬的疲倦 反而利物浦的賽程 就連續兩場主場 沒那麼辛苦 也不需要周居雷動 首先主場對欠缺基亞利殊的阿士東維拉 然後再主場對皇馬 所以打完西班牙國家打的皇馬就會輸體能 輸體能就是很難可以再做回首回合的全場壓迫 皇馬在首回合贏利物浦 是真的贏過壓迫 用壓迫去保護回後防線 但是回到次回合皇馬 沒有體能 難以再壓迫保護後防線 無法壓迫 就是被迫收縮 那就完全不同說法了 因為沙座拉莫斯和華拉尼都很大機會 繼續出不了 後防線天殘地缺 被迫收縮 被利物浦不停明賣明賣 拿走的高度就有問題了 在硬飛路就很難捱了 這次斯丹沒有了飲奶力做保鏢 沒有了壓迫力保護 就真的變了唯有用這個三中堅結構了 五三二收縮都有可能 可能你又會說利物浦後防線都很不行 皇馬有能力打快攻或者反擊 那我就會說皇馬的快攻或者反擊速度 一定沒有首回合那麼好 一定慢過首回合 的確因為打完利物浦之後再打巴塞有後遺症 而且欠缺輪換空間 五三二只有兩個反擊點 就更加難以反擊快攻入球 所以我估計就是皇馬最多只可以在次回合入到一球 很難入第二球 而且都未必可以說清脆利落用反擊入球 很可能是要用到運氣鴨仔球 才可以入到這一球 所以利物浦只要入到兩至三球 就可以逆轉晉級或者入加時 首先高普當然會希望上半場快點領先1比0 不過我估計上半場未必可以那麼快入球 因為皇馬上半場還有緊絕的體能 可以打一點反擊 就未至於上半場九手必失 利物浦上半場未必那麼快有四個進攻點 但是去到下半場還是0比0的時候 高普怎樣都要搏 我相信他怎樣都要換到第四個進攻點 希望又能夠複製到逆轉巴塞的關鍵 這個調動 皇馬下半場沒有了體能 沒有反擊的了 九手必失了 所以我估計利物浦那兩個入球都會發生在下半場 甚至乎去到好敏水的時候 最後就是絕殺2比0晉級 我相信都是頭錘入球的了 那就是有可能是一場經典的逆轉賽事 因為最後絕殺2比0晉級 顏飛路之夜五個字可能又再次出現了 兩年前顏飛路之夜逆轉巴塞 今年再逆轉皇馬 連續在顏飛路逆轉兩個西甲豪門 都可能是佳話來的 但是唯一的擔心就是皇馬太好運了 你知道皇馬、淘汰、特蘭大都是靠運氣的 如果皇馬可以入到一球運氣鴨仔波 搞到利物浦只可以贏2比1的話 利物浦就熱血出局 但是如果利物浦運氣不太差的話 贏到這個3比1 進入加時 體能比較差的皇馬 在加時都很大劑 所以我的預測就是角球會很多 然後利物浦就贏2比0 贏3比1 或者贏2比1 總之都是利物浦贏球的了 我剛剛給了3個比數 2比0、3比1、2比1 唯獨是2比1的那個比數無法逆轉 也就是說 我估計這次利物浦逆轉的機會有六成 大家記得要起來看這一場 可能成為經典的賽事 記得要看到最後 可能最後才是經典逆轉 絕殺 好啦 今天的總結就是 史丹福橋那裡沒有機會逆轉 王子公園球場那裡逆轉機會都很低 西法輪之夜少少機會出現 但是機率都不超過一半的逆轉 曼城還是超過一半的機會進級 我傾向相信 車路是曼城和巴黎進級 所以岩飛路之夜逆轉的機會是最大的 我估計今季歐聯的四強 會出現三支英超球隊 好啦 大家記得做足準備去看球 拜拜